在电视剧恋爱先生宋明雨,顾瑶和罗月,这段三角关系里,无论是被出轨的顾瑶家男妻子,还是被笑三的罗月,无疑都是受害者。 很多网友说这剧情太狗屑,但他们不知道的,比电视剧更狗屑的永远是现实生活,很多时候若不是亲眼所见,你真的很难想象,现实生活有多荒谬,多可笑。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朋友,暂且叫他小A吧,他曾经和罗月一样,又过被笑三的经历,那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事。 小A对那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,2011年3月12日,那天傍晚,他刚刚在外面做完采访,准备打车回公司。 等出时,他又给男友打了一遍电话,结果还是关机,本来他们前天晚上约好,第二天的采访由南方负责拍摄,男孩是他们的晚约摄影师。 结果一直等到采访结束,南方也没有出现,小A很诧异,南方之前从来没有这么不靠谱过。 他不知道就,竟发生了什么,回到杂志社,他像往常一样打开微博,结果发生了让他要义的一幕。 有一个陌生女孩在他微博下面留言,大概内容是小A姑娘,我看过你的博客,觉得你应该是一个洒脱常量的姑娘。 可为什么要做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? W先生说,他是七年之养,你知道吗?我和他已经在一起八年了。 小A说,他看到留言的那一瞬间,整个人是猛的,他根本不认识这女孩,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留下这么一段话给自己。 虽然留言中所说的W先生和自己男友是同样的姓,但在那一瞬间,他是完全不相信这两个W先生就是同一个人。 甚至,一度怀疑是那个陌生女孩搞错了,知道他登陆博客。 读完那姑娘在每一篇,与W与关的文章下的留言后,才渐渐清醒过来,根本没有什么误会。 这就是同一个人,如果说恋爱先生里的罗月被蒙在鼓里,只是因为他和渣男认识的时间太短,那我这位朋友被骗,就只能说是对方套路太深。 毕竟两人是在认识一年独裁恋爱的,并且当时被骗的也不是只有他,还有两人所有的共同好友。 小A与W以前是同事,W二高,人瘦,话少,看起来有点傻,有时候与女孩聊天还会结巴。 与电视剧里的宋明语,完全就是两种人,但他与小A在一起相处时,却表现得很自在,两人经常一起聊电影,有时候还会组局打台球,后来我们和W都熟了,大家就经常一起约饭,W的所有事,我们都是在饭桌上听来的。 有一次,他跟我们讲起自己的感情经历,说他从初中开始,就喜欢一个姑娘,后来两人在一起谈了六年恋爱,本来毕了业就打算结婚的,结果人俩发现姑娘劈腿,还还了别人的孩子。 当时他们俩都是全学生,姑娘不敢告诉父母,只好向W救助,管他借钱打台,W说他很爱那个姑娘,就帮了他,但从此不相往来。 还说自己这几年一直没谈恋爱,就是因为还没有从这段阴影里走出来。 当时,在场所有人听他讲完这段经历后,都不约而同的叹气,那一刻,我们都有些心疼W,感觉一大好青年,就这么被春艳给毁了。 后来回想起这一幕,我们都觉得特别恶心,人家其实一早就笑好了他,专门编了这么一出狗血故事,就是为了给自己建立起纯情少年的人设。 W遇下A相识一年后,开始追求小A,像A起初是拒绝的,倒不是不喜欢,只是感觉W太单纯,自己又漂泊不定,很怕将来会给W带来二次伤害。 但是,W却表现得很坚决,一路从北京追到了云南,姑娘走到哪儿,W就跟到哪儿,我们当时也都劝小A,说像W这样的男孩实在太难得了。 人又老实,又有才华,还真心实意的对你好,你们又互相友好感,没有道理不在一起。 我们说了很多话,中心思想就是,人生本无定数,何不真,吸引前人。 小A最终在W猛烈的爱情攻势,以及我们这些人强烈的劝说之下,同意了与W交往,两人开始约会。 小A还在外面,与南方父母一起吃过饭,与南方的朋友们也是相处甚好。 W曾经送给过小A一名老舅的金戒指,说是他妈妈留给未来儿媳妇的。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他们俩都是让人羡慕的一对情侣,谁也不曾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分开,还是以这样不堪的原因分开。 小A在收到留言后,第一时间把自己的电话号码,留给了那位陌生女孩,表示W一直以来都是大身形象世人,从未说过自己还有女朋友。 小A还说,自己见过南方父母和南方的朋友,他们也没有说过W有女朋友,所以希望女孩看到回复后能与自己联系。 她也很想知道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,小A接到了那位陌生女孩的电话,女孩告诉她,她与W从初中相识,两人已经在一起八年。 并且她,并且她,与W,还有W的父母就住在一起。 W所说的接拳打胎的女孩就是她,但那孩子不是别人的,就是W自己的。 女孩说,她已经被W打掉过两个孩子,小A被震惊地说不出一句话,她希望能与女孩当面聊,并且让女孩把关机消失的W找出来,一起把事情说清楚。 女孩同意了,小A打电话叫了闺蜜一起,最终四人见了面,小A说,她看见他们的那一刻,我开始疯狂想象着两个人从十五六岁时就开始手牵着手,一起走过的八年生活场景。 我一直在想,这八年,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,可以让一个少年变得如此分裂,恋爱先胜利。 宋宁宇在事发后还算地道的一点是,她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,想顾瑶坦白罗月在这件事上好不知情,希望顾瑶不要去找罗月的麻烦。 但小A在事发后听到的却是女孩跟她说,你知道吗,我发现你们俩的事情后,她跟我说,是你一直追求的她。 对,她死缠着不放,所以她最后没有接受住诱惑,小A的闺蜜当场怒了,指着W大骂。 小A笑了,她说本来还以为W可能有什么苦衷,但听见这番话后,再想起过去种种,她只觉得恶心,觉得眼前这一切都特别可笑。 她只想迅速离开,接着和渣男的一切联系,她走到W面前,一语不放地把那枚夹穿戒指,扔在她脸上,拉着Greemmy转身就走。 她删掉了有关W的一切联系方式。 那天夜里,她叫上我们一起去唱歌,一直唱到天亮。 Zither Harp